像世界祈求永遠 讓別放送中景點 我想要更入海面 就是幾年 但是很可怕改變 無心的一生會的年 歌手范逸晨 戴愛玲 以及楊大正 聯手國立台灣交響樂團 登台現唱 從傍晚彩排到晚上正式開場 萬人空巷 這是由文化部主辦 基隆市政府 基隆港務分公司協辦的 文化平權巡演 莊頭劇場一日限定 基隆廠活動 5月11日在國門廣場舉行 由文化部次長王石思 基隆市長謝國良 內政部長林又昌 立委林佩祥 王振旭 以及基隆市議會議長 同姿位一起敲鑼正式開場 這磚頭劇場一日限定 基隆起航敲到 耶 最好 謝謝紛紛要求何以留念 感謝國良 林佩祥立委 新科立委 大陸國門廠發水給大家 謝謝 發水給民眾順便跟大家問好 非常的開心 而且天氣很好 然後來基隆的遊客非常的多 也歡迎大家有來個愉快的週末 佩祥個人表示說 這今天當然天氣好啦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很棒的人潮 在基隆的國門廣場裡面能夠我們看到更多 更多讓人家開心的表演 讓我們市民覺得好的精彩的藝術表演 而我更希望說這是文化部的活動 就讓藝術歸藝術 讓文化歸文化 然後讓純粹的娛樂 讓純粹的我們共同的記憶 我們對於基隆夏天的共同記憶留在台灣 留下一個不管是孩子們也好 還是成年們也好 美好的回憶 盡量保持純粹 從下午開始 除了有傑出表演團隊輪番上場 現場更規劃有餐飲區 文創商品區 也有街頭藝人的演出 一直到晚上正式開場 主辦單位宣布 現場湧入兩萬人 一起來欣賞這場台灣電影星空音樂會 其實我們基隆市 本來就是一個非常有文化底蘊 還有文化故事的一個城市 所以非常謝謝文化部今天首站 舉辦在我們基隆的國門廣場 你看我們今天天氣也非常的舒服 那看到我們那麼多市民朋友 來到國門廣場 一起來欣賞台灣交響樂的演出 待會還有范逸成等等的歌手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棒的一個假日體驗 希望文化部或是中間的資源 可以多多進來基隆 我們也會積極來爭取 讓我們基隆的市民可以感受到 不一樣的體驗跟感受 包括基隆市議員秦珍 聯恩典 洪森永 施偉正 陳君佐 以及陳冠宇等議員也都到場參加 感受莊頭巨場的魅力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以往支會 一直欣賞 亏補 他 津 湯